一起来关系农业消息 花莲县政府致力打造有机农业首都 而今天由县长许正卫代表县府与慈激大学合作签署了 打造花莲农业首都伙伴的关系合作备忘录 将针对智慧农业推广、产学合作等等 共五大面向来进行合作 而首播计划将打造智慧农业生产设备DIY示范场域 让农业生产更能够轻松愉快 花莲县政府致力于打造有机农业首都 24号由县长许正卫代表县府与慈激大学合作签署 打造花莲农业首都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 将针对智慧农业推广、产与市保证PGS推广 点办农业转移、食农交易推广以及产学合作等五大面向进行合作 县长许正卫表示县府期盼与慈激大学采用农业合作的角度 持续推动、与市保证、PGS推广、点翻农业转移、食农交易推广以及产学合作 引导学生们及民众思索食物与土地的关系 提升与土地的认同感 证实与人与环境的友善关系 并且办理种子教室以及志工培训任何课程 落实地产地消的观念 减少碳足迹让花莲农业得以永续经营 作为全台有机友善农业的模范首都 持续大学校长刘宜均表示 花莲拥有清晰的空气、洁渐的水流 以及利于盎然的自然环境 欲择优质的农特产品 也让花莲成为全国有机栽培 面积最大的现实 然而近年来 花莲县农业面临高龄化 劳动力不足以及气候变弃的问题 使得农业生产成分以及风险大增 导致新一代农民们不敢投入农业 由于花莲在地没有农业相关大专业院校 实际大学愿意发挥最大社会责任 期待与县佛共同合作 包括示范场域建制 科普传播以及线上课程等方式 推动智慧农业的计划 协助花莲县农业科技道路等工作 记得继续欢迎观众